天虎国小躲不下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哪里了 就是士林管理 各位可以看一下 太远了吧 对 天虎国小在这边 士林管理在这边 士林管理目前 他的公告是只能容纳2000人 所以其实基本上 然后再加上他前面已经盖了豪宅 应该就是他们要去躲了 是啊 对 基本上应该就是他们用了 我们可能用不到 然后呢 那随便说 再加上因为人口的移入量太大 然后因为天虎的人 因为交通的问题 其实很多人住在山上 他们都开车 基本上啦 我觉得啦 我们应该要逃难的时候 全家把车开出去 应该都开不到中山北路 大家全部堵住了 你根本逃不出去 我可能说是逃不出去 对 是逃不出去的 因为中山北路 我们现在平常上班的时候 他直接就回堵到福林桥了 已经在六段头了 甚至严重 他会堵到士东国小 快接近七段了 这是最严重 那二次上班时间 那如果说大逃难的时候 是请潮而出 那我刚刚讲的两万十千人 是户口的资料 那你还有一些流动户口 人家在厨房 然后还有些外傭啊 外家 因为你看一个老人就是会 对 一个老人就等于是乘以二 因为他会配一个外傭 那所以其实人口 已经不止这样子的高度 所以这个是我们 一直是很大的一个隐忧 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不应该就是说还要再信念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是容积要被移出的 不应该再移户再开发 那这个是一个整个我们在抢救天国 绿域 最后一块绿域的一个大事记 其实我们的那个发起的一个日子 第一个记者会的话是我们在那个7月24号 就是去年的7月24号 已经一年了 对想一想觉得还还蛮累的 那我们是在那个时候去发起的 那实际上我们是21号才决定说 好我们真的要公然站出来 然后那我们就赶快打电话求援 然后那那个时候其实我还蛮感谢 就是那个何佑安论坛的执行长 就是潘汉生先生 然后和张雨琪小姐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要找护数联盟 是要找汉江 可是因为他们有留电话 因为那时候已经很紧急 我们不可能用email去联系 所以我以能够电话找到人为主 那所以就是他们找到汉生 他也有手机 然后我们都不认识 然后就是说 我们这边发生这件事情那怎么办 我说你们有决定了吗 然后就说对来不及了 那你们要不要来 然后他们隔天就有来 那来了之后呢 然后就开始算一算 因为那时候当初的 他们公布了表定的时间表 他是八月初要招标了 八月初要招标 然后九月已绝标 然后十一月就要签约了 如果去年没有档下 现在已经在动不够 所以我们就看到时间很紧急 那我们就只好就说 他就跟我讲说 向云 做这件事情要有很强的意志力 因为我不知道会多久 你们要撑得下去吗 就说先先 然后大家都点头一下 那些居民们大家 因为就是社区的妈妈们 他们就很紧张啊 就说对对对 好那我们就开始 然后第一个他就叫我们 就是说 去联署平台 去见联署 把这个整个行动po上去 然后先先去开 然后FB要做 我不会FB 然后呢 然后他就说 如果可以的话 再弄个部落格 那当然不可能 然后我们在当场讲 就是一个礼拜内 我们要准备这些 然后还要准备最重要的记者会 所以我们整个从决定到记者会中间 只有一个礼拜 然后要把这些平台 全部都建构起来 然后那时候妈妈们就说 我们要电脑 然后大家都来看我 我就说你比较小的 然后结果就是我只好下去 那个礼拜我大概都没睡觉 对因为我不熟那些平台 然后后来就是汉森就看一看 就说那个声明书 对因为他就问一下我们的诉求 然后他就带我们起床 然后就帮我们写 然后写了之后 我们就依据他帮我们写的一个东西 然后那我们就赶快把平台弄上去 然后开始进行一些连署 然后发新闻稿 然后联络明带啊等等的 然后那因为去年也是拜红重修之次 然后国防部是所有媒体的标靶 所以我们那时候新闻稿一发出去 虽然是在前两天才发的 可是大家只要看到国防部三个字 所有的媒体全部冲过来 对所以因此呢 我们那一次也是让整个事情 就是说媒体曝光的蛮大的 就是各大报其实都有 那电视媒体也有来这样子 然后那就那一次就引起了一些注意之后 后来那个台北市政府那边 然后我们居民就开始发动1999的公司 然后就是让居民全部都去搭 反正不管怎样你都会讲 你就是去打 然后民意代表那边 大家也不去骚扰他们 反正就是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后来就是台北市政府 可能也是有收到非常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然后后来在听的时候 本来是发越初要公告 然后结果后来好像就稍微往后演一点点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定位员 大家有看到就是说记者会的那个时候 那就来了很多民意代表 是不是包括丁首宗定位员啊 然后林世忠啊 还有自委啊 不是要等等 那大家都提到说 我们要来跨党派跨越党派 超越党派的一个会刊 那所以我们就来办了一些会刊 然后那接下来就是说 可能就是会透过一些协调会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就是很顺利的就是在8月2号就办了现刊这样子 那可是因为当天那个整个那个现场还蛮滚乱的 那个时候刚好碰到和时的一个在反和时立法院 那个时候8月2号8月初的时候大家都在攻反和时 然后那个立委在里面被关注出不来 然后那他就没有办法到场 后来就当天是草草的结束 因为后来也没进去 然后后来我们就在8月20的时候就 丁委员就在立法院帮我们召开了协调会 那在协调会的那个当下呢 就是让整个招标案暂时停职 那其实暂时停职之前 其实也要感谢国防部做了一件纯实 那我想刚刚大家有看到 在纪录片中有一些怪手 然后还有数字断掉 其实他内科数是被指定为受保护的老数 他已经通过了 然后呢那那个整个园区这么大 所以国防部他们现在就说 那个整个管理单位是属于国防部政治作战区 因为他是属于眷改土地 因为是将军在住的 然后呢整个园区的维护呢 是后备指挥部在委托厂商来整理园区打扫 对后备指挥部专门做打扫这样子 然后呢他们找来的厂商就可能不知道 然后就去弄啊 然后我就很紧张 他是来把那些树推倒 那个小三毛 然后第二天我就 我就感觉那天其实我就打电话跟文化 就想说他们来整理了 你们要不要来看 他们会伤到老树 他就说这样子 好那我们会派人过去 然后结果第二天我就下去看 他被锯了一大条的枝条 而且是整个垂下来 那因为当初会要锯那个树 是因为旁边有民宅 那因为台风快来 所以他们怕树打到那边 所以他们才来处理那个树 然后结果后来我就 把那个照片拍了之后 然后就那个po给记者 然后然后那个团体就跟我讲说 赶快报警 因为第二天他们继续动工嘛 然后后来赶快报警 然后报警了之后警察来哦 可是问题是他们没有文件 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提出说 他是受保护老树 因为还没有被列到那个编号里面 所以资料部也查不到 然后那个警察打去市政府也问 市政府说没有这件事情 这就怪了 然后后来就赶快打电话给何议员 何志伟议员 然后他就当下要我把电话给那个警察 然后就要求警察马上停工 他说那是受保护老树 然后他就停工 然后就让那些怪手全部都撤出那个园区 然后第二天他们就上报了 那上报了之后只有上一折 然后上报了以后就很惨 然后在那个协调会的当下 我们就把那个讯息有贴出来 那当然刘威公刘局长有来 文化局他马上现场就直接说 一定马上开发 因为他们没有维护计划 他们没有提出维护计划就拒输了 而且他拒了十几支的支条 所以在那个协调会的当下就是 因为他也生气啊 就是说你居然公然的就直接拒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矛盾点 因为文化局你是在管理这些受保护的老树 然后那你没有三进到监督的一个责任 然后那你国防部你身为管理单位 你明明知道你的区内有受保护的老树 为什么你没有告诉你的包商 你就认他来做 然后那旁边的居民也不知道说他是受保护的老树 然后国防部还企图制造那个银居跟我们在行动的对立 就是这个整个一个关系是非常的一个调诡 那所以变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事情增加了 就是说那个刘维工局长就讲说要开拔 13克受保护老树 原地保留不得移动 所以是不可以移的 就算他可以移植 可是他是不准他移这13克的 所以刚刚我讲的那个他画错的那一颗 他就如果哪个人聊到他可能就死定了 因为那一颗树在房子的中间 那所以变成说是因为是这样的状况 然后再加上若文将军本身是从大陆来台 就是陆军官校他是第一任校长 那他的背景其实他的背景比较相当 因为他的国夫人跟蒋宋美宁是手帕脚 所以他算是蒋介石的心服 那所以变成就是说实际上基于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那当天张晓松老师就有提到 就说这个是你们皇谷官校的校长 那你们要拆你们校长的房子吗 当下当然国防部是没有办法反过任何的事情 那所以当天柳威工局长就提到就是说 主动进入文资审议程序 那所以我们就跳过 然后就接下来就开始进入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行动下来 其实我们是两条路 就是束保跟文资审议是并行的 在进行这样子 然后那再下来的话就是说我们的那个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持续的一些连数 然后就等那个委员来现刊 那委员的话他大概超 他是在十月份的时候 八月九月九月九月十二号是我们自己进去 然后那九月二十的话是文资委员他们来做现刊 那基本上文资委员是肯定这个地方的一个存在 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将军官司 那我想这个文史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会有我们那个议语 他会来跟大家再来说明 那我们就是这条路是这样子走下去这样 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话 我们是已经进入第二次的文资审议 然后成焦灼状态 因为文化局在打太极拳 因为目前的结论是说文资审议到了这个程度之后 他们希望国防部可以再思考整个国土国化的一个方向 那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来用 然后呢 他是要国防部跟财政局再去演绎 我们是觉得这个地方很奇怪 为什么是你们去演绎 那我们居民是什么 因为你总要让我们参与吧 因为是我们住在旁边 你总要问问看我们这个地方需要什么 毕竟他是国土 你要再应用的话 你要考量在地居民的需求 那取得一个平衡点 再来进行所谓的国化 而不是说你自己就晕笼 那不过至少就是说还是可以拖下去 因为文资审议他身份还没定之前 他们不能招标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就是有一点 稍微这样子拖着的一个状况 那树木保护事故 我们已经提出还有其他的树 应该要被指定了 没有被指定的我们也提送了 可是呢 文化局也是做一个很调诡的一个回文 他说他告诉我说 他们会去要求管理单位 再去清查区内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老树 然后我在想说 我们已经把尺寸都量给你了 那是不是我们都已经根据那个规格 我们认为已经是符合 那文化局只要找个人来复验 是就是了 那之前13科为什么指定的那么干脆 那现在靠近房子的那些 为什么连指定起来这么复杂 他又把责任又推给国防部了 好那没有关系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进度 就是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这两边都在打太极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可能要再进一步的策略再研议 那我们还会再跟其他团体 在商量说要再怎么再进行这样子 那这个是我们大概整个从去年到现在一个大致的发生的一些 主要的一个进度状况 那我想在刚刚在影片的这个过程中 有些部分大概就是比较没有看到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当初提出来声明书的三大主张 就是吹生天母玉玉公园 那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树木保禄都是一棵一棵的 可是实际上整片刚刚看到那个影片 它是已经是一个次森林的一个状态 它是成林了 你怎么去处理它指定的下场就是变成是行道术 那是没有意义的 然后再加上又有风头唱 已经在这边 它已经在这边超过已经三年以上了 因为都有居民有看到它在那个浴厨 对 那我们会希望说这个地方除了公园的功能 它应该更适合是环境教育的强所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打造天母故事馆 因为它有一些丰富的一些文史背景 那本来然后它有一些建物 其实那个建物其实它的结构算还OK 它只要稍微整理 它可以变成我们的一个居民的一个活动中心 然后可以办演讲办课程啊 那最主要是它又在我们整个社区的中间 那老人家其实它可以就进去使用 因为如果有到过天母的人 其实从中山北部七段底一直到天母公园 它是一个上坡路 而且上面是一个陡坡路 然后大热天树 然后天母公园旁边的美军建设又被拆了盖豪宅 树也全砍了 然后基本上那边是水泥墙跟没有树的 人行到最热的要死 所以那个地方这样子上去其实也对老人家也不是那么方便 那刚好这个绿地它又在住宅区密集的中间 那其实使用率是非常的高的 那我们会希望就是这样子应该给大家来活动啊 那你让人家去使用啊 那你怎么要去盖给少数人数 那所以我们最后就是说我们希望是完全是停止招标 然后要召开树包委员跟启动文字审议 那树包委员还没有召开 然后那文字审议已经进行 那目前是还没有到停止招标 它只是暂时停止而已这样子 我们还在谱地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平面配置 就是我们里面的区内的老树 蓝色的就是比较大的这个 就是我们13颗的受保护的老树 然后呢剩下的22颗黄色的有标黄色 就是我们认为它已经有符合了 可是所以你会知道它为什么不干脆 因为它实在靠里面实在太近了 然后所以变成说它就开始犹豫说 这样子你们送过来 我们到底要不要合准这些就是老树这样子 然后那刚刚我提到真意最大的12号就是这一颗 这一棵是已经被指定了 然后当初它的招商作坛 招商的文件它把这棵树是画在这边 然后这棵树在这个地方 然后榕树的一个整个覆盖率是已经到 是在这个范围了 它是非常大 所以它的根已经到了这个房子的地基下 意思就是说刚才如果它要用这一块地的话 这棵树一定死 它一定死 而且无法移 然后刚刚讲到被拒的就是这一棵 然后旁边这个覆盖就是一个民宅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平面图 而且大家会看到这里面我们大概总共算算有40棵左右 然后树木的种类高达19种 所以其实树种的多样性是非常的高 那它作为一个环境教育的场所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刚刚可能有些朋友比较晚还没有看到 这个简直是一个森林 对 然后这个是在春天的时候拍的 所以在这个景色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每一棵的树的形体特征 这一棵就是我讲的被人家画错的那一棵12号龙 对 它已经盖到这里来了 然后呢 这个鲜绿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刚刚秋天的枫叶 它是清风 这是它那个的嫩芽 然后这一棵的话是那个 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 血头 对 然后这一棵是另外一棵的绒属 嗯 我点到什么了 我的画面不见了 我这边的画面不见了 你帮我跳一下我到底 然后这一棵的话呢 就是那个 这一棵是韩啸 这边有两棵韩啸 韩啸这么高啊 对 这两棵韩啸 我跟你讲比新色那个一百岁的不逊色 那因为老师来他们看到韩啸说 我从来没有看到 那个韩啸 它的那个 呃 它的迷径有 九十九公分了 嗯 因为有一棵比较粗 大概已经这么粗 可是它比较矮 然后有一棵非常非常的高 可是它也不瘦 然后呢 这边的话 这边有一棵是破 有一棵是那个破树 然后这边有一棵是那个 银化 然后呢 它这边其实有一排也是 这个算 这个 它光是大叶绒的部分 它就有大叶雀绒 跟雀绒两种 所以呢 分不出来 雀绒跟大叶雀绒的人 到了那边你就分了出来 然后还有一 中间还有这个 斯蒂芝树 然后那这边的话 其实还有一排是 那个大叶岸 就是尤加利树 然后这边最主要 大概就是榕树 所以这样整篇看过去 然后这个是那个山王吗 这个是很多鸟们喜欢的 因为它刚好在那个 固子的中间 因为然后它有空旷 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 做鸣教跟警戒什么等等 是非常好的地方 然后这一棵 就是被拒的那一棵 所以在春天的那个时候 你会发现到说 哇每一棵树的 全部都 我居然都认得出来了 很明显 虽然它是一坨 根本是一块森林 它是个次森林了 对 它整个经过这种 从62年 一直到102年 到103年的演化 它的树只有少 没有增加 可是它的那个 整个那个树的 那个树冠是一直在长大的 所以我们提出的是 希望是群体树林 把它保留下来 这颗黄椰子 为什么我要在这个地方讲 老师们来看到 这颗黄椰子也是下到的 这颗黄椰子有四层楼高 然后呢 它总共 它的那个根器在这个地方 它总共那里有七十几杆 很大一重 七十几杆 那因为这个地方 它会有黄椰子 是因为我们提到就是说 刚刚提到 从天荣制日本人 因为黄椰子是在日本人来台湾所引进的 所以它是非常典型的一个 极物的一个象征在这里面 然后它整个这样 啪啦一个整个上去 四层楼 然后老师看到就说 哇 没有看过黄椰子 这么高大的 通常大概大概是一层楼二层楼 这么高 就这样子 这个 这叢鱼也是有提出去 因为在山崽后 有比那一叢小的 它都被指定了 对 这个就是 诶 怎么跳到一支来了 对不对是一支 这边我会特别去介绍这个栗枝树 其实大家看得出来这个树干 它也是老长了 这一棵 然后还有 还有这边的 这一棵的话是西兰满头果 栗枝的话 其实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地方 因为它其实问到很多居民 就说 你知道不会我们将军部居在哪里 他说 我知道啊 以前小时候时常经在栗枝啊 因为它总共有两棵栗枝树 然后问到很多人就说 他有搬奶枝那 然后现在还会长 大概从他们的年龄来推断 大概也差不多有 快三四年了 三十年了 那所以那个地方的话 其实立枝树有两棵 那另外一棵比较小 是因为旁边榕树太高 把它遮住阳光 所以它长得大 可是它的那个整个那个树茎是很粗的 那也是老长 它现在还在结果 结一点点的果 这样子 然后旁边的这个是那个西兰满头果 西兰满头果也是台湾原生种 它其实这一圈那几根下来 其实它也一圈绕下来 其实它也已经符合了 然后在里面还有一个比它更大颗的西兰满头果 那基本上一样大的在中野院那边 它已经被列入受保护了 然后这颗还没有 就因为它靠房子太近 然后呢 这颗就是镀茵 这颗镀茵的话 它有将近快要二十公尺了 然后这颗镀茵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围墙 这个是一个砖墙 所以它的这是双杆 然后呢 它应该要两个人去抱它了 那这颗镀茵也是很多老师来看 就说我没有看过这么高大的镀茵 因为它也是台湾原生种 然后也是邱大展认为最麻烦的书 弄死它就完蛋了 对 然后那这个是一个空派的 就像花椰茵一样一堆一堆的这样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说其实它的一千多平的土地就已经有这么多的一个东西在里面 所以我们会认为就是说其实这个点就刚刚的地理位置来讲我们跟阳明山国家公园 天母公园还有天母圆环黄西的绿带 其实这个算是一个生态条路其中一个 然后呢 那我们会希望就说能够因为这样子让整个天母地区它还是属于一个绿色城市 然后呢 最主要是大家看到有这么多的一个树在里面 也有这么多丰富的生物在里面 那其实是一个活的生态教室 不满您说就是天母国小的小朋友要去户外教学 他们都要坐游览车出去 他又坐游览车出去 那我就说这个就在你们学校后门 那小朋友就不用一直看着老师的破坑以后来认证物 他没有办法接触到食物 那你大概要来找到很远的地方才能看得到 那这里的话就有 那为什么不就近来运用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在这边拍到的一些鸟类跟动物 就是有树雀啊 五色鸟 然后斑鸟啦 然后还有这个赤腹松竹 然后黑怪麻木啊等等的这些 蝴蝶也很多 因为它光是当那些树种的话 其实蝴蝶它大概至少已经有三十几种了 就食草来讲的话 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雀蓉的果实 然后玉秀岩啊这是另外一个蝴蝶 然后这个就是杜茵的花 我第一次看到它开花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现在叶子开始有转红 可是它不会整颗转红 它是局部转红 然后再加上它的叶子就是翠玉色 翠玉色加橘红色好美哦 现在去的话你看到红叶 对 然后这个的话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这是爆斑碟 然后你知道的一颗一颗是什么吗 那是黄椰子的果 黄椰子的果 对 然后这是尤加利树的花 现在正在开花 对 现在正在开花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园区之宝 红头长衣的观察记录 这个的话是2013年 我们的邻居拍到 它在吃老鼠 然后呢这一只呢就是被我看到 我们就是那一天决定 我们要发起行动 因为在那个之前我妈就要问 说有可能留下来说 哦有啊看有没有保育类动物 结果后来我就走到阳台 然后它就飞出来了 然后它就站在我的前面 我就说哦有有保育类动物 对 对 然后呢这个的话呢就是公鸟跟母鸟 这次是母鸟 然后他们最早之前的草是居在这边 然后其实这个小白点就是幼鸟 因为那个是居民拍的就不是很清楚 然后2007年这次是我拍到的 我后来找照片来发现说 我原来我曾经拍过它 对 然后这个就是刚刚看到就是它已经在煮草了 其实我还有一次看到是 它是哑成鸟就是这个样子的状况 它在空中抓鸟 然后停在我们家门前的那个电线杆上 然后它的脚上就踩着一只鸟 因为那时候我就听到外面很吵 因为一群白鸟在嘴堂 还有 还有乌鸟 就很吵 就围着它发生什么事 我就去看说 哇 它脚上怎么有毛 然后我就拿相机看就是哇 一只鸟被它抓 然后它踩在那个地方 对 很精彩 然后呢 小鸟宝宝 哎 跳过了 这个就是我们经过的时候就发现到说 哇 小鸟出来了 可是因为凤头苍蝇它每一次呢 它生蛋会生两颗 所以后来没有看第二只 所以应该那只没有活下来 只活了一只这样子 这个是15号的时候 刚出来一点点大的时候 然后你看很快哦 到25号的时候 它的整个毛已经长得差不多 然后呢 月底的时候 它就开始准备练习飞了 它在练习飞 然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 已经像老鹰的样子了 这个后面就6月初 5月底6月初 那我最后一次拍到它就是6月4号这一张 之后就没有再看到它就离巢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凤头苍蝇的习性 它的领域是差不多以户居为中心的话 三公里是它的领域 所以呢 那个森林来讲的话 就刚好足够养活这一对 再多的话住不下 因为食物不够 所以呢 变得就是说 小孩子长大了之后 他要去外面找他自己的地盘 他不可以用爸妈的地盘 那我就问鸟慧的先生说 那如果爸爸妈妈死掉了 他可不可以继承 他说可以他会给他最近的这一袋 对 我就说 这样子哦 对 还蛮有趣的 好那接下来以上的话就是我们刚介绍的一些生态 那关于历史的这一块我们用蚊子 就是我们是用了哪一些元素 希望他具有蚊子价值 然后可以被留下 那我想我们就交给我们益玉小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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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